德州州长埃波特和德州参议员修斯召开记者会 支持第12号参议院法案 这项法案将在德州禁止社群媒体公司进行言论审查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左派已取消文化压制言论自由进行言论审查 从对一般民众的打压甚至连前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都被封杀 未来在德州如果出现类似情况将渴望以这项新的法案提起诉讼 川普日前在2021年 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呼吁 对抗科技巨头的言论审查 如果政府不带头作为 那么每一个州都应该站出来挺身而出 德州马上带头冲锋打响第一枪 佛罗里达州也陆续展开类似行动 有鉴于社群平台对言论自由的强大威胁 目前第12号参议院法案已经提交德州事务委员会 只要委员会批准两院通过 州长签字就可生效 外界期盼德州将提出哪些具体的法律条文 来对抗科技巨头的言论审查 为美国其他州提供示范与参照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